为了自己的完美标准 台东吃上这一家臭豆腐店 它不像一般的店家批发现成的豆腐 它是连豆腐都不怕麻烦 坚持要自铲、自销、限点、限榨 把关每一个环节 而且还用心地研发属于自家的口味 吃起来和一般来说口感扎实的不同 这一家吃起来 有人说比较像豆花相当软嫩 而这可是累积了有60年的功夫 才有办法做得到 还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就是客人说 这里的臭豆腐一点都不臭 应该要改叫香豆腐 你各位啦 吃完帮我们放回收取 筷子在转角处 要小心啊 194 招呼客人取餐 转身又忙着把豆腐丢下油锅酥炸 每个周末和寒暑假 臭豆腐店老板谢耀菌的忙碌程度 跟锅里的油温成正比 可说是池上小镇最火热的小吃据点 跟我老婆的话两个 然后再加一个公主餐 对 可是我老婆现在有生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再加一个公主餐 一共三个上打蛋 赶时间的 赶行程的都不太建议点餐 176号 赶时间的客人不适合点餐 谢耀菌不是嫌赚太多太臭屁 而是出餐速度真的比别人慢 一般生意好的臭豆腐店家 要在最短时间内按捺好上门的财神 豆腐都会事先炸熟起锅 等客人点餐后再切开下锅回温 时间就是金钱 越快管给客人才能越快收钱 但在步调缓慢的小镇 抢快似乎不是主要的步调节奏 问题就是在于现点现炸的问题 我们没有再回锅的 所以说就是要等 照样吃会比较硬一点 会让它更酥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这样可能里面的肉会跑更多掉 就会变成说太干这样 小火先慢慢定型 最后大火抢酥 保留豆腐里的水分 加上天天换油 臭豆腐自然一身金黄 又水嫩饱满 来吃炸都会来 吃起来口感不会是像一般 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这里面好像豆花一样 其他人看着就比较干一点 我们里面其实切开都还是嫩的 有人说喜欢吃我们家的 就是因为里面吃起来有肉的感觉 除了火候掌控 谢家豆腐人气爆棚 最主要的还是豆腐的本质够好 要做到谢耀菌说的软嫩有肉 全是六十年的经验累积 得来的慢活踏实滋味 每天一早七点开始 谢家的后厂厨房 准时飘船稻壳的怀旧熏香 谢爸爸谢介斌 一天的工作活力 就从冉冉上升的应运中 铺展开来 照天最多 爱与环保 那烧到口的火比较温和 不会像磨裂 以前台湾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种很多香茅油 他在用这个在做 用那个在煮香茅用的 用了五十年的旧式蒸汽锅炉 老而迷奸 一早就蓄穗待发 另一头泡了一碗的 加拿大进口非鸡改黄豆 在磨豆机上像是误入流沙 最终流泄成一转洁净纯白 成本虽然高一点没有关系 质量就是比鸡改的好一点点 有肉你知道吗 做起来比较有肉 夏天在泡的时候 像晚上泡我们要用冰水跟冰块 把它时间延长 因为我们要睡觉 像我们十二点都去泡下去这个类 晚上的差不多隔天到七点多 才抹我们用冰水冰块 现磨的新鲜豆汁 经过红锡管线 进到蒸汽锅里 和自来水混合蒸煮熟成 不能说你水放很多 我为了要加量加豆腐 加水加豆腐 那是骗人的 你水一定要控制到最多好 是要实实在在的 而且要很精准 很精准的量 最后喷血而出 绿掉豆渣 就是胜过许多早餐店的滚热豆浆 浓厚豆香味飘船 邻居进水楼台 先冲过来 抢买一天的活力全员 他们的豆浆很浓 嫁过来这边以后 就都吃他们的豆浆 小朋友从小就都在这里买 早餐店喝起来就像水一样 我们就喝不习惯了 有时候台东的朋友 还会托我跟他买 带过去 接着食用石膏调和好比例 下到豆浆大孔 帮助豆类蛋白质凝固 先逆时针搅动 再瞬间顺时中反转 激起浪花 让石膏在里头冲击 均匀 静置 凝结 再破坏 重塑 一天的工作 就这样周而复始 好几个循环 从早上做到下午 谢界斌的豆腐人生 也在数不清的制作轮回中 度过了四十个寒暑 它不会很难 只是说你做成的过程 你要有用心去做 你有用心没有用心而已 当病回来 我爸妈说 本来我想去就业 我妈妈说家里没有人手 然后就叫我回来帮忙 帮忙到民国他说七十四年 我七十年退伍嘛 谢界斌的父亲 在大哥的建议下 民国五十年左右 从台东市举家搬到池上做豆腐 批乏给市场菜摊或面店贩售 那时作为台湾米仓之一的池上 光是做豆腐的店家就有五家 就可以知道 小镇也曾经有过喧闹人气 以前在这边做农的话 农业时代还有蛮多人的嘛 现在农业时代 大家都去工厂上班了嘛 池上后来的发展 就像是台湾多数农村的轨迹一样 人口走向老化 消费需求逐渐下降 加上农产运销体系兴起 许多食品生产个体户 被区域里的大户工厂所取代 觉得自家豆腐也步上夕阳黄昏 谢谢兵于是趁着年轻考上了台东气营持上分行的行员 有了金饭碗支撑生活 豆腐制作也就成了家庭的零用收入 不必面对斤斤计较的生存竞争 减量制作提供给同样重视品质的店家和客人 白天是西装衬衫吹冷气的银行上班族 晚上顶着蒸汽高温挥寒做豆腐 双份收入滋润一家的生活 也延续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工作记忆 谢杰斌一人两职乐在其中不以为苦 直到十年前银行整病 谢杰斌提前优退 突然多了白天的空档 才又开始全职投入 他白天不知道要干什么 他去把豆腐挪在白天做 量也不是很多 我爸爸他会花那个臭豆腐的那个花效 他会花效 他就说干脆就下去卖看看了 其实从小就做习惯了啦 我跟你讲台湾像我是这样的 三次头 四次头的 台湾的阿信满街跑 我也是真的嫌不下 所以你宁愿做阿信 不愿意做阿霞 也可以这样讲 自家实在好豆腐 加上植物发酵 做出来的臭豆腐 名不服食 香名远播 先赢得在地人的喜爱 再成为观光客来池上Google后 必尝的在地小吃 池上阿信嘴上说不累 但人过中年 意志在怎么坚韧 身子毕竟不像年轻时一样耐操 油门一路催到底 几年前终于得进场大修 长期以后 睡眠不足 心肌梗舌总共装四肢 还好谢耀俊临为寿命 回家站上救援位置 就像是父亲当年力挺 让阿公一辈子的记忆 不至于戴然画下休止符 徒留空虚落寞 因为他对他这一块很有信心 所以说毕竟这是他 信心的来源 他觉得说我还能工作 我就代表我还行那种感觉 从五光十色的宣华大都市 重回成长的宁静故乡 谢耀俊多了在外历练的成熟稳重 也保有乡村里 甜饰淡薄的生活态度 知足满足 而后感觉幸福富足 仿佛是小镇人血液里的乐天DNA 其实坦白讲是还不错的 因为这边第一点就是乡下 它开销的低 如果你一直想要去这个那个跑车 跑载就会觉得说坐不完啊 有房子啊 有家里的车可以开啊 也结婚了 也小孩了 长辈都还在 要花钱的时候 至少也有点小钱可以用嘛 这样不就好了嘛 樸实踏实其实也是谢界兵 一辈子身体力行的身教 就像做豆腐一样 没法够醉够倒乎 生活里的一切都得用付出换得 也一如池上出名的稻米 历经农人辛苦流汗 春耕夏云才能收成 人哦 一定要尽心 一定要用心 但是你不要去还心潮心 温心无愧就好了 拿来吃这饱就好了 那边有遗传到你骂 真的吗 他一直这样讲吗 吃上阿兴的豆腐 扎实饱满 单纯有味 这是脚踏实地 认真过活的实在滋味